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終於出到這條情人節,或者是新年拜年的妝容片 其實我之前已經拍過一次,不過效果我自己不太喜歡 所以我再重新拍一次,應該在情人節之前可以出到片給大家看 除了妝容之外,我知道大家留言的時候經常說想看我淘寶開箱的穿搭 所以我這次就把我上次淘寶開箱的穿搭放在片尾,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興趣看這個妝容,或者淘寶開箱的穿搭,記得看下去啦 好,一切由素眼開始 首先我們先紮起邊,化妝就不會弄到自己 時間關係呢,其實我已經帶了箱子 我這一對是博士靈的箱子 然後呢,情人節這麼重要,當然要塗一些保濕的妝前東西 這個是Dr. Wu的玻尿酸精華 我覺得做妝前就剛剛好 然後呢,塗粉底,這個是Chanel的粉底 它太貴了,我只有試用妝,我不捨得買貨妝 其實它真的很好用的 我這樣的沙漠肌呢,它也可以幫到我好保濕 然後呢,皮膚的顏色是變得好均勻的 我的黑眼圈這麼大,就一定要用遮瑕膏的 Maybelline這個遮瑕膏呢,最適合遮瑕膏的 雖然它也不是遮瑕膏的,不過遮到八成已經很好 眼袋這個沒有最大,只有更大 我用LUNA這個比我膚色淺很多的遮瑕膏呢 就可以遮到我的眼袋 為了令遮瑕膏持久一點,我就會在那些遮瑕的位置 放一些碎粉,就可以定妝了 到畫眉了,我是不喜歡用眉筆,只是喜歡用眉粉 因為用眉粉我覺得是比較柔和的 其實畫眉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眉本身收得很漂亮 形狀好一點的話,畫眉也容易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左邊和右邊 有畫眉和沒有畫眉的分別,多大 好,那我們現在呢,補上另一邊的眉毛 其實畫眉另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畫到它對情 好難的 有染髮的朋友記得一定要用眉膠 因為這樣可以令眉毛的顏色和頭髮的髮色 貼近一點 好,那我們就開始眼妝的部分了 情人節當然是用粉嫩一點的眼妝 我們用淺粉紅色打底,掃整個眼窩 然後用深一點的粉紅色掃在眼的後半部分 不用掃得太高,不然眼睛很容易腫 剛剛在雙眼皮摺位上一點就可以了 然後用深的紫紅色 就要掃在眼尾三分一的位置 記得是由摺位開始慢慢漸層掃上去 這樣呢,那隻眼睛就看上去很有立體感 然後我們就先畫眼線 選一個深啡色的眼線 看上去就會柔和一點點,沒有那麼兇 畫了和沒有畫,差很遠的 眼睛精神很多 然後用深啡色的眼影 然後用深啡色的眼影 blend開剛才畫過的眼線 這樣眼線就會更加柔和一點 記得不要忘記畫一下眼線 然後用粉紅色閃粉的眼影 打亮眼頭 這樣看上去就會精靈很多 眼睛會大很多 用乾淨的眼影掃 blend開眼影 剛才塗上去的眼影 就不會有色塊 會融合很多 最後在眼皮中間的位置 塗上閃粉 整隻眼的入體感 就在這裡 接著我們就夾眼睫毛 塗上眼睫毛液 塗完上眼睫毛的話 記得要塗下眼睫毛 我覺得這個步驟很重要 眼妝化完後 我們就想腌脂了 眼妝這麼重 腌脂用淡一點的顏色 拿回一點氣色就可以了 一天之前 忘記了掃鼻影 鼻影真的很重要 我本身的鼻子完全沒有高度 完全要靠鼻影 找鼻子出來 然後用灰色 情人節 這麼重要的日子 臉當然要有光澤感 然後我們就噴MAC的FIXPLUS 我覺得它除了定妝外 還可以令剛才的妝更貼 最後我們就開始塗唇膏了 我們妝的重點是在眼上 所以我也是用淡一點的顏色 用一些MLBB的顏色就最好了 如果你覺得太淡的話 就可以找一隻深一點的顏色 在唇中間做一點漸層的話 這樣就很漂亮 好 化完妝之後 我們就要弄一弄一些頭髮 今天要教大家用四隻頂級 做一個小小的set頭 首先我們用一隻頭髮 然後做扭紋 每一次扭都會用多一點頭髮 之後去到耳朵後面 用頂級夾緊 固定就可以了 弄好一邊之後 另一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 弄一些很複雜的set頭 因為男生是看不明白的 這麼簡單一分鐘的set頭 對他們來說 看上去都已經是很複雜的事 我們拔鬆些扭紋 看上去沒有那麼緊 接著發尾做一個內卷 我們就弄好頭髮了 接著就帶回自己喜歡的飾物 我就會用一個毛毛耳環 因為現在冬天還可以戴 遲些熱的話就戴不到了 好 那我的情人節或者拜年妝 就化完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我自己是挺喜歡這個妝的 因為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它粉嫩得來 又不會過分小妹 始終我中女年紀的人 是不可以化到 好像一個粉紅色的人出來 我覺得這樣會被人覺得 扮年輕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化一點點 深紫色和啡色在上面 令到感覺成熟一點 還有這個嘴子 都會塗深一點的Burgundy色 那今年Burgundy的顏色就適合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個妝的分享 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淘寶開箱穿搭了 不要覺得不貼體 我覺得這次淘寶的衣服 都很適合情人節穿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第一套是一件灰綠色的長板衛衣 就這個休閒風的 如果你有看過我淘寶開箱的影片 就知道這件衛衣的質地是非常之舒服 上面凸出來的英文字圖案 是很有質感 看上去好可愛好漂亮的 第二套我是走這個 知性成熟風眼 這條啡色的褲褲比我想像中效果好很多 不過一定要搭高跟鞋 因為如果不是就會穿得像阿嬸一樣 穿了高跟鞋之後看上去就會更加成熟 上身你配一些斯文的衣服 簡直是完美的適合 如果你覺得太單調的話 可以配上一件灰色的斯文下衣服 我這一件是有一點像西裝的設計 因為肩位是比較挺的 然後它是沒有扭的 所以領子可以反出來扮西裝 看上去是更加斯文更加成熟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走這個小性感路線了 穿一件長板的垃圾 當一個是連身裙這樣穿 因為我身高比較矮 所以我不需要做打底 都可以穿到當裙這樣穿的 然後呢就穿絲襪和背一個短背 這樣看上去就有一個小小性感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同意 男生其實是一個頭腦很簡單的新聞 其實他們只喜歡看短裙的女生 所以這一套我肯定我男朋友是最喜歡的 穿上一個黑色貼身V領的衣服 然後配一條短裙 然後絲襪和短背高跟鞋 完全是一個俘虜男生心的完美 現在天氣還有一點冷的嘛 穿上一件悠閒款式的灰色衣服 這件是Hollister的 我覺得它質地超級舒服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買 因為我真的很多很多年前來穿的了 看不看我鏡頭前面很多很多層在飄雪 其實我拍的時候真的不覺得 然後這一套我自己私心很喜歡上身的冷衣 因為這件白色冷衣 旁邊的袖口位的手法做得超級漂亮 我覺得它完全不像淘寶貨 下身就穿上今年買的私勇裙 其實記住一定要穿 因為如果今年不穿的話 不知道下年還會輕不輕的了 因為如果今年不穿的話 不知道下年還會輕不輕的了 然後最後一套看上去前面 好像很普通的一字角的長白衣服 一條牛仔褲 不過它的重點是在後面 我們來做一個影后 後面的設計是一個綁蝴蝶結的絲帶 看上去是比較小小性感 但又不會過份性感 所以穿這件衣服 記住不要穿外套 我們不停地轉去後面 轉去後面給人看 我們後面是怎樣的設計 其實大家會不會覺得我 不斷放姿勢 不斷把手放在耳朵上 好作妝 好噁心 我自己做到有點尷尬的感覺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矮的人 我身高也是153cm 所以我穿衣服的重點 是希望看上去收長一點 不會被人覺得矮得得 一顆薯仔的感覺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一種化妝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推出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在這個時候 怎麼會沒有剪刀 這個八卦工 每次拍片他都一定會過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會做high five的動作 其實他會做的動作 也有一點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下次可以拍片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我要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這一天大家要過得甜甜的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在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感谢观看